狮子在野外狩猎 他率先抓捕了一只脚马 狮子独自进攻 狩猎狩马还算比较轻松 脚马瞬间被狮子摁倒在了身下 虽然狮子的屁股也被脚马袭击 但好在伤势不是特别严重 紧接着狮子狩猎斑马 这只斑马的体型还是比较小的 狮子轻松地将它摁倒在了身下 斑马也在不断挣扎 但可以看到它的身上已经流出了鲜血 应该是被狮子的爪子抓伤 狮子的双爪十分的锋利 他多次的偷袭斑马 有时斑马群会反应及时 不给狮子进攻的机会 但像是这种情况 狮子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 而导致前爪受伤 现在的他连走路都十分的费力 走路一瘸一拐 他只能趴在土地上面休息 恢复了一段时间 狮子再次的狩猎 狡马疯狂地反击 利用后腿灯踹狮子 都被狮子灵活地躲过 狮子可算是将这只脚马狩猎 它死死地咬住了脚马的喉咙 让脚马根本无法挣扎 狮子竟然想要挑战水牛 水牛这样的庞然大物 单凭狮子自己的力量很难狩猎 狮子果然叫来了同伴帮助 在同伴的共同帮助之下 水牛虽然不断挣扎 但也不济于事 水牛为了保护幼崽疯狂的反击 小水牛没有任何的攻击能力 只能趴在地上 在水牛的不断攻击之下 狮子还是找到了弱点 纷纷骑到了水牛的后背上 加它摁倒在地猎杀 河马正在水面上休息 原来河马是遭到了狮子的偷袭 这只河马四脚长天 看来已经失去掉了生命 狮子们正在逐渐将它分解 作为自己的食物 这只庞然大物河马 没想到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死掉 真是十分的可惜 河马作为陆地上比较庞大的动物 体型可以达到两吨 在野外基本上没有天敌 狮子狩猎它看来也只是偶然 狮群围攻的进攻能力还是很强的 使得这只河马身上也布满了伤痕 虽然它没有失去掉生命 但它已经消耗了很大的体力 猎狗趁机偷袭将它摁倒在了身下 河马痛苦地跪在地上 任凭猎狗对它进行私咬 虽然发出了吼叫声 但没有同伴前来帮助 这只河马很难脱困 猎狗也知道一个道理 准备趁着河马虚弱的时候将它了结 猎狗独自私咬河马 河马也根本没有反击 这使得猎狗更加的胆大妄为 猎狗正在进食的时候 野狗们寻着气味靠近这里 野狗与猎狗相似度非常的高 只是野狗的体型要小长一些 双方都是群居类的动物 看看猎狗与野狗 能否达成合作关系 共同地分享食物 看来双方为了食物也要爆发一场战斗 双方都在啃食着河马 但是很明显野狗的个数要更加的多 猎狗就这样孤零零的待在这里 根本不敢下嘴 可怜的猎狗们刚刚进食没几口 食物就被野狗群抢走 老虎在野外捕猎 他先来到了河边 观察着周围情况 突然发现了一头水牛 水牛哼冲直撞 将老虎驱赶出这片水域 老虎因为孤军奋战 只能先选择撤退 老虎这种动物进攻 通常都是单独行动 在没有同伴的帮助之下 他的狩猎十分的艰难 老虎想要狩猎水牛 水牛成年的可以达到体重两吨 如果老虎狩猎成功 这只水牛足够他进食好几天 老虎十分想要水牛 然而双方就这样僵持下去 也不是办法 因为水牛有同伴的帮助 老虎抓到水牛落单的时机 还是比较少的 水牛也被抓住机会 但在同伴的帮助之下 都可以有心无险地化解 水牛个体的攻击性也是非常强的 水牛的攻击也使得老虎受伤 老虎也学聪明了 不再进攻体型较为庞大的水牛 而是去攻击水牛的幼崽 体型相比较于小一些的水牛 就会更加的好狩猎 狮子抓住机会 但水牛六载 有水牛的保护 狮子刚刚咬到小水牛 就遭到了驱赶 猛烈的撞击 让狮子直接晕了过去 在水牛同伴的共同保护之下 又在茁壮成长 老虎始终没有抓住机会 野外野生动物大乱斗 野狗群狩猎狡猾马 野狗成群出没 狡猾马落单 根本不是对手 野狗瞬间将狡猾马扑倒在地上 对他进行疯狂的撕咬 而另一边 狡猾马的同伴也没能逃过狮子的追踪 狮子直接上前咬住狡猾马的喉咙 狡猾马拼命挣扎 却无济于事 狡猾马就这样低着头 想要反击 也没有办法 斑马拖拽着狮子前行 双方前进了很长一段距离 斑马想靠着自己的力量来摆脱狮子的进攻 另一边 狮子进攻羚羊 羚羊利用头顶锋利的触角疯狂的反击 猎豹也会因此受伤 这期视频呢 也是野外野生动物捕捉 战斗 精彩的视频 狮群围攻长颈鹿 长颈鹿体长可以达到九米 像人类的三层楼那么高 狮子猛地跳跃 直接攀爬到了长颈鹿的头顶 撕咬着它的后背 斑马被咬住了后腿 拼命地挣扎 犀牛也遭到了狮子的围攻 犀牛 好在攻击力是非常强的 狮子的进攻 反而没有对它造成太严重的伤害 而有一些动物就没有那么幸运 体型较大的动物是狮子的对手 但像是幽猪 脚马 斑马 这种小型的动物 它根本无法与狮子抗动 最终呢 狮群在进攻水牛的时候遭到了重创 它们被水牛围困在了一块礁石之上 水牛步步紧逼 狮子果断撤退 但遭到包围 并且遭到反击 水牛疯狂地用头顶触角攻击狮子 狮子瘫倒在壁 在休息的时候也遭到了水牛的反击 他们比较大支 水牛船